哎呀 我回家以后 心情特别沉重 到现在 饭都没吃下去 我就想啊 要是我不去车站 凑这个热闹 这图纸可能就不会丢了 哎呀 我知道 这个图纸很重要 现在 李华不比从前了 他不是在 公安同志 喝杯水吧 谢谢 陆同志 我们家的阿姨 少姐 贫农出身 很可靠 都帮我带大两个孩子了 放心 我这刚才说到哪儿了 这中药喝的 这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 想起来了 李华 李华现在不是在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部门工作吗 我知道啊 那您能不能再仔细回忆回忆 您上去帮他们搬东西的时候 您把那个公文包放哪儿了 是李叔叔的公文包吗 你是小事儿吧 对呀 小事儿 你有没有看到李叔叔的公文包啊 李叔叔抱我的时候 把公文包交给我妈妈 一直在我妈妈的手里呀 这死孩子 静胡说 一边玩去 小事儿 你再好好想一想 李叔叔不是把你放下了吗 妈妈也去帮他们搬东西了 那个公文包放哪儿了 我记性不好 我记性不好 顺儿啊 你帮妈想想 那包放哪儿了 没看见就是有一个人挤我 他得把我挤倒了 什么人啊 高高的 胖胖的 穿件灰衣服 来小事儿 阿姨给你画一下 你帮阿姨看看像不像 来 那个人戴帽子了吗 戴了 也是灰色的 这个人我见过 他个子长得挺高的 穿一身灰颜色的衣服 手里拎着一个 画着火箭的帆布包 我看见他的时候 他正好在乐台上走过来走过去 那个时候离火车到站 起码还有二十多分钟 我推巡礼车 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 他伸出手来对我说 火 火 我以为他要对火 就把烟蒂了 结果他没接 手里也没烟 反而对我说 车没误点吧 我那时就挺纳闷的 火 火 妈妈给你火 妈妈不要火 妈妈不要火 干嘛老说火火的呀 是啊 是啊 他手上又没有拿烟 他要火干什么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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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没误点吧 妈妈学结巴喽 妈妈学结巴喽 对呀 他是个结巴 他是个结巴 谁是结巴 犯人是结巴 很好嘛 能掌握这么重要的线索 就离破案不远了 猫猫 过来 帮你这漂亮的衣服 跟爸爸去看演出 好 师姐 师姐 小高 师傅 陈高墓在家呢 你好 报告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公文包从天而降 自己飞回来了 飞回来了 我当多复杂呢 这不不到二十四个小时 就结案了 下午啊 我刚查着 有个三轮车工人啊 刚好拉过咱们怀疑的那个人 他还说晚上下了班 在家等咱们 回了 这是个地址 这不没用啊 师姐 局长叫你去呢 好啊 好啊 太好了太好了 涂纸完好无损 钱丢了是小事 只要这个在就放心了 对对对 大家都站着干什么 快坐快坐 少姐 少姐 给大家多点水来 出去了 哎呀 这件事啊 得好好地感谢古大夫金大夫 要不是他们俩捡到啊 得把我急死喽 捡到的 哦 是啊 是金大夫偶然捡到的 不值得信 不值得信 是 那请你们二位谈谈 捡到公文包的经过行吗 啊 说说嘛 当个故事听听也好嘛 老师 那你去说吧 是 今天吃过晚饭 我和老师到陆大姐家来看病 当我们走过珍珠巷的时候 那就来吧 就来吧 有一点 是 只不 我就发现他们手里拿着这个 我当时心里就琢磨 会不会是老李同志 丢的那个公文包啊 我马上打开一看 果然就有一张图纸 这不 马上啊 我就给你打电话 把老李也叫来了 钱没了 可是图纸冤风没动 刚才陆大姐打电话的时候 电话里边好像还有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老师怕陆大姐讲不清楚事情的经过 让我一块儿帮着说来着 麻烦你们了 应该的 应该的 那好 今天就先这样吧 谢谢你们了 陆医生 我有一个请求 这件事情啊 都是我的过错 我不应该违反规定 把图纸带在身边 现在找回来啊 那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你看能不能这样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声张了 不可是对我 还是对整个工程都不太好 我能理解 我们尽量配合吧 好好好 不过这个公文包 能不能借我再用两天 图纸你带走 千万不能再出意外喽 好好好 您再给鉴定鉴定 再见 再见 您请回吧 再见 再见 是少姐吧 是公安局的石同志 你们要走了 对 您出去了 去买菜 这么晚还有地方买菜啊 不是 你 我这是白天买的 路过老乡那儿聊了会天 结果就把这菜给忘了 这不 这是 娶回来 好 那再见了啊 局长 我也有个情况 这下回分配任务的时候 分配一个复杂一点的案子给我 让我也锻炼锻炼吧 你是觉得这个案子简单啊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道歉案 那爬手盯的是皮包里的钱 图纸在他眼里就是小孩画的画 一点价值都没有 那钱一到手啊 那随手就把图纸给扔了 不是案子简单 是你简单 你能保证图纸没有问题吗 我 拿着 一会儿把局长送回去 我们两个出去的 哦 哦 提供的 我 哎呀 我 的 你 那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谈好吗 怎么了 有什么事 妳跟我说 你看我能不能帮妳 我在深圳那边有个姐姐 前几天 给我打电话 说突然病重了 我跟这个姐姐最亲了 那可是边方禁区啊 是啊 我也没那么容易过去 这事真 这事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这一两天吧 陈参谋 我知道你肯定有办法的 你要是能让我搭你们部队的车过去 那我可真就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呢 搭别人的车 可能性不大 部队的规定很原的 正好 我这两天要到边方前线部队去办点事 那就我 我亲自带你过去 真的 太好了 如果你要着急 着急今天晚上就走 不用 我还要准备一些东西 你刚才说你 你姐姐的病很重 好不容易过去了 多带些东西 好吧 你没什么呢 快选你您的电话 喂 我是方黎 好先生 让我问好你 谢谢 我很好 他本来说好了 要在家等着公安局的同志 突然来个病人急着要用车 去哪儿了 那个病人用快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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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个家 我什么时候能说和算说 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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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看看遍 可不能再耽误了 没错 我咋谢你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谁 为什么会有枪 回答我的问题 我是公安局的 被枪顶着头 还这么大脾气 我听过你的声音 我们认识 就算认识吧 我肯定见过你 你刚才开枪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见过你 那你为什么不谢谢我对你的救命之恩呢 你非法拥有枪支 我就应该把你抓起来 你很幽默 现在这种情况你怎么抓我 是你 217号 是你吗 你不是死了吗 对 对 我死了 现在的我是鬼 不 我一直都是鬼 我明白了 你根本就没有死 我说嘛 一个尸体 怎么会从停尸房里走出去 你是个优秀的公安 连我的脚印都找到了 你到底是谁 我已经说过了 我是鬼 你少跟我装神弄鬼的 告诉我 你为什么会知道 萧流云这个名字 到现在为止 你还不承认萧流云是你的名字吗 你到底是谁 慢慢地转过头来 告诉我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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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知道我 ե 石本姐 陈参谋 你好 爸爸回来啦 你怎么 没想到 爸爸 你阿姨是来看你的 李阿姨说你昨天受伤了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你为了抓特务受伤了 怕 怕毛毛担心 你现在头还疼吗 早不疼 是米阿姨让我问你的 你伤得太重了 就这么出院我实在有点不放心 所以来看看你 爸爸 米阿姨早就来了 请我吃了鱼丸 还送我这身衣装 你看 这衣服很漂亮嘛 可是你忘了爸爸怎么教育你的了 我知道不能随便要外人的礼物 对 可是米阿姨不是外人 爸爸 你有没有发现 米阿姨和我们经常去看的那位阿姨 长得一模一样 毛毛说的那个阿姨是刘梅吗 嗯 是 毛毛你已经超过了你该睡觉的时间了 想当解放军 就必须要严格遵守做期时间 谢谢 毛毛同志 牵口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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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刷牙洗脸 十分钟以后洗灯 是 米阿姨再见 再见 毛毛 谢谢你来看我 太晚了 我该走了 其实我本来就要走的 是毛毛留我多陪她玩一会儿 这孩子太可爱了 我真是太喜欢她了 我真是太喜欢她了 对 陈彩我就不用送了 那你慢走 有一件事情想问你 刚才我听毛毛说 她今年七岁啊 她今年七岁啊 对 过两天的生 刘梅去世六年了 对 刘梅是你的前妻 对啊 那毛毛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算来算去 毛毛好像应该是你和刘梅生的吧 你好像很关心这件事 我 我觉得有点好奇 陈参谋 如果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人长得跟你一模一样的 你难道不想了解一下她的生活吗 我觉得 其实刘梅挺可怜的 自己的亲生儿子 管她叫阿姨 我们是为孩子好 不想让她那么小 就知道自己没有母亲 是你爱人的意思啊 当然不是 实验队毛毛很好 恐怕 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亲生母亲 不差 好 太晚了 那我就走了啊 再见 这回你放心了 我也什么不放心的 陈参谋真会开玩笑 再见啊 诶 诶 师姐 师姐 你可醒了 我怎么在这儿啊 你昨天晚上晕倒了 群众把你送到医院 谢谢 我 嗯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志 您好好想一想 打你的那个人是不是提着手提包在火车站坐你车的那个人 蒙着脸 不过声音和个儿头啊好像就是他 当时我心里也浪漫来着 这大半夜的就是咳嗽也不会拉着毛巾捂着脸 没想到他是想害死我 我知道他住在哪儿 走 我带你们抓他去 同志 同志 快快快 躺好 躺好 医生说啊 你伤得很重 你现在还不能下地呢 我全好了 抓不到那个坏人 我就是躺在这儿也睡不着啊 听说救我的还是个女同志 哎呀 那么深的水 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你还是要听医生的话 先好好养病 这样吧 你把他的住址告诉我 我们不会让他逍遥法外的 对 交给我们呀 你就放心吧 我们这位石云同志啊 小高 我叫石云 我就负责这个案子 石姐 我就大闷了啊 你怎么就不敢告诉他 是你救了他呀 救人还不是三里所应当的 你要告诉他 我反而有心理压力 好 就是这儿 但是哪户里挨家一户里差 那不就打草惊蛇了吗 可是这不挨家过来差 怎么办啊 你在这儿等我 我去喝碗凉茶 这个人我见了 手里拎着一个 画着火箭的帆布包 同志 喝凉茶吧 不 我是电话局的 来查线 那您请 好 喂 电话局 电话局吗 什么电话局啊 是石云吧 我听说你出事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泄露畅通 我的声音清楚吗 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希望不要断线 你吓死我了 我给医院打了电话 说你跑出去办案了 你自己小心一点 好的 我会做个登记的 好 大姐 很好 每次来茶呀都是好好的 您这儿喝口凉茶 解解渴 您真客气 没事 喂 大姐 我昨天上午九点多钟 往这儿挂电话 怎么没有人接呀 我回娘家去了 那你男人呢 他呀 是港农业的技术员 专门指导农民科技种田 这一年到头啊 都在乡下 这不 都两三个月没回来了 同志 你能不能帮我 跟电话局的说一下 把这电话呀 挪到别的地方去 我这又带孩子又卖凉茶 忙不过来 好 我反应一下 谢谢 大姐 你们家这包真漂亮 我好像咱俩见过 有没有借给过别人用啊 没有 一直挂在那上面呢 我们家孩子他爹挂上去的 挂得那么高 我每次拿呀 都得站在凳子上 对了 我想跟您咋听的人 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高高的 长得有点黑 穿一件恢复的人 恢复的 有啊 他这个人哪 电话特别多 隔三两天就来打电话 还有好多电话都是找他接的呢 他这个人挺讨厌的 每次都嫌我们家孩子吵 多让我把孩子带出屋去 那他住哪儿啊 哎 就住那后边 你看 就那小楼栋楼顶 哎 他们家的人好像都在外国 他是干什么的 厨师 一个大饭店里做洋餐的厨师 姓叶 嗯 师姐 我刚刚去了趟龙门酒家 人家说叶长江今天在家休班 现在应该在家里 好 等我 师姐 要不我来了 怎么 怕我对付不了一个厨师 不是 昨天不是刚刚晕倒吗 没事 时间紧迫 再说 你连警服都没穿 谁啊 派出所的 来核对一下你申请去香港填的表 你是叶长千 是 是龙门酒家的西餐厨师 是 请进吧 请进吧 你申请去香港探亲 是 老婆来信说孩子病得很重 你们什么时候批准 能不能快点 好 我们尽快解决 人病了需要有证明 приз 我们 我们 老婆 他 你 你是 我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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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